阿茂 你回来 没有人 能跟我说心里话 杨玉环自从跟公公李隆基大婚以后 对于前夫李茂来说是个不小的打击 原本两人曾经是恩爱有加的夫妻 如今摇身一变却成了自己的小妈 这让茂茂对身份的转变一时间有点难以接受 不过玉环虽然嫁给了李隆基 但她心里也一直为李茂留有一席之地 这天闲来无事的玉环去寺庙里烧香祈福 不巧的是今天茂茂刚好也带着妻儿来这里烧香 而烧完香的玉环刚要回宫 却和迎面走来的茂茂撞了个正着 此时的李茂在见到玉环后显得也有些不知所措 刚想要低头逃跑时却被玉环叫住 瘦王 给娘娘请安 别这样 瘦王王妃 快起来吧 茂茂此时尴尬地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 毕竟两人曾经是无话不谈的恩爱夫妻 如今再见却已是物是人非 而玉环也看出来茂茂的满脸尴尬 只得赶忙将注意力转移到孩子身上 时光如梭 转眼之间李茂跟她现在的妻子已经有了两个孩子 一个四岁另一个已经六岁了 看着眼前的孩子 玉环此时也是羡慕不已 瘦王 你可真是 好福气 茂茂低下头没有说话只是尴尬地笑了笑 为了缓解尴尬李茂接着又把话题扯到了李隆基身上 他很好 一旁的兽王妃剑状很识趣地带着侍女和孩子离开 给他们二人留下了单独相处的空间 这么久 你怎么也不进宫来看看她 我求见了多次 父皇不见 玉环听完无奈地点点头 他知道李隆基为了整天陪自己 哪里还有时间去见其他人 接着玉环又问道 那你 你好吗 还好 还好 年年 敬畏好吗 我呀 还是那个样子 只是 老了许多 茂茂尴尬地抬头看了一眼玉环又赶忙把头低下 她表示玉环还是一如既往的那般美丽动人 一点也没有老 听到茂茂的回答玉环是再也绷不住了 开始倾诉起自己当初进宫时也是被逼无奈 如今当上贵妃更不是她的本意 说着说着玉环就有点把持不住了 接着她又对茂茂说离开你也是迫于无奈 当初根本就不想从你身边离开 我们俩分开是不得已的 为什么要把这一切都强加在我的头上 此时的玉环已经哭得梨花带雨 而李猫害怕这一幕会传到老爹耳朵里 当即吓得就要慌忙逃走 阿猫 你回来 没有人 能跟我说心里的话 陪我坐一会儿 李猫向来胆小生怕会因此惹火烧身 所以面对玉环的挽留 她也是毫不犹豫地起身离开 而玉环看着茂茂离开的背影 心里也更加难受了 还是那个老样子